現在香港的春天夏天經常下雨 有人在室內都要戴著口罩 又焗又濕 就會很難呼吸 今次我們會介紹MOMAX的智能二合一 又有抽濕又有空氣淨化 我們看看是否真的兩樣都合作 先試試它的抽濕功能 想知道房間的濕度 只要看它機頂的實時LED面板就清楚了 我們現在已經弄濕了毛巾和衣服 濕度是73 大家可以看看 這裡真的濕了 可以拿出水 很多水 OK 現在就看看用多久的時間 可以弄乾一點的衣服 GO 結果只用了大約4分鐘左右的時間 濕度就由73%降到68% 抽濕功能強 最貼心就是可以讓你教房想維持的濕度 不想房太乾的話 都可以設定到60%或80% 試雨抽濕 當然要試它的空氣淨化 機頂這部分會有顏色燈顯示它感應到的空氣乾淨程度 無論是花粉、沉滿、煙霧、氣味都通通淨化到 好啦 大家都看到它現在是藍色的燈 代表這裡的空氣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在家裡經常都會清潔 我們現在就要用漂白水來清潔擦一下地 我們就順便看看 究竟這部機能否感受到空氣有改變呢 這裡是很小的 大約100呎 我們就看看它能否合作 用1比49開的漂白上清潔家屋 相信已經變成了我們的日常 經過我一番努力之後 終於擦乾淨所有地方 乾淨就是乾淨啦 不過味道就... 超臭 超大股味 然後這個已經變成空氣最差的紅色 我們現在就等它滾一下 看它什麼時候可以... 嘿! 剩下這裡的空氣了 測試結果是抹完差不多10分鐘左右 就有紅色變回藍色 我亦都再聞不到有漂白水味 變回了清新的空氣啦 我們就證實了這部機的 抽濕和空氣淨化都是Work的 除了效果好之外 它也有一個APP 你可以預先設定它什麼時候運作 你一回到家 就可以享受到最舒適 最fresh和最乾爽的空氣了 但是除了空氣會潮濕之外 其實你譬如衣櫃裏面的衣服 都會潮濕的嘛 但是用一般的吸濕盒 用一次就扔了 不抵用又不環保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試一下用這個啦 如果喜歡這條片又想知道更加多的資訊呢 就記得follow我和MOMAX的Facebook IG和Youtube 請記得按讚和訂閱和分享 請記得按讚和分享 還有訂閱和分享 我可以分享一下 也可以按讚和分享